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编号是三十六 三六版空降堡 我们绝对想象不到 我八十六年 那时候就住在路中间 住在这一棵碉堡的最下方 陈志玄是金门人 当兵的时候也在金门服役 以前啊 我刚下部队就睡在这边 这下面可以睡八个 下面的空间放了八张上下铺的单人墓床 一棵堡边是十个人 但是这边只有八张床库 所以十个人里面 没有人是固定床库的 位在路口的反空降堡 必须随时注意周遭车辆 一天三十三班哨 会排三班到四班 一般是有两个钟头 基本上一天有六个钟头是在战杀 或者是八个钟头 因为我们是三叉路口 一直要顾三个路口 也就会很辣的 金门戒严时期 夜间不可以随意出门 到了晚上 他都会把锯帽拉出来 交通管制 除了军车之外 不能通行 然后每个路口都有一个射口 里面都有一艇 踢拐式机枪 踢拐式机枪 旁边就用铁链链的一盒子弹 24小时都没有在收 在金门外岛当兵 随时备战 驻守在小碉堡的士兵 空间更小 人数更少 跟着陈志玄 我们导寻不再使用的碉堡 其实我最喜欢这种碉堡 因为他这边 他直接跟你讲 他出生年月 中华民国42年线 然后甚至 正安大队熊市区队建 连新建他的施工单位 都写在上面 他完整的告诉你 他是42年出生的 然后他父母是熊 每座碉堡的形式 空间功能类似 不过不同碉堡 也会呈现不同风格 其实你看 他除了用贝壳做的碉堡 这边还有四个字 中 心 梗 梗 让他们坚定中心思想 在碉堡里面的时候 抬头就看到中心梗梗 这座中心堡盖在 大清满谷林头 南山聚落外围 主要作为护卫村庄 你看我们这边 对外三个射口 然后出入口这边 还有一个射口 是防卫碉堡里面的 跟着陈志玄 在探访大清满 另一座碉堡 曾经驻守中阳堡的官兵 很难忘记 墙面上一行行标语 猪毛尖肥斑 大陆城墙暴 不把饭被扫出 你我活不了 为国血池 确保金门 小小的碉堡有各种标语 也是目前大金门碉堡中 标语比较多的一座 这间碉堡就心理作战 比如这些标语 比较多 包含天花板这些 做得比较精致 你像后面晚期 新建的碉堡 军中也没那么多人才了 所以就不会 做得这么精致 包含说晚期很多标语 就直接喷漆 喷一喷而已 或者是游戏写一写而已 没得到这样去用理所 这个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 陈志玄说 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 金门军事设施消失得很快 这几年才发现 许多还没有被记录 就不在了 其实这几年 这几年的县长来讲 我真的都很失望 每一任都有误猜事件 他扛过823炮炸 他年纪深都比我大 扛过823炮炸 扛过跑我的心 可是到最后 都死在我们 错误的绝尘 都死在怪兽 真的很遗憾 再往小金门走 盖于1952年的凯城堡 也很特别 有着英文落款 这座碉堡它很特别的是 我们头顶上面 它用英文字的胜利 民国41年建的 然后还用英文落款 民国40几年英文程度 要这么高的 很少 整座碉堡的堆砌 相当工整 因为很多建材 都是直接拆在地的空房子而来的 民国38年 国军转进金门之后 一开始 就是直接住在聚落里面 住民房 那种民兰式建筑 它没有那种抗炸能力 所以那时候 就开始拆民房 来盖我们兼顾的公司 碉堡 当建材不够时 民众祖先的墓碑 也被拆掉 那一段时期 金门真的很多墓碑 被军方拆过来盖堡 所以其实也有蛮多后人 去找不到祖先的墓碑 这种情况 大小金门都有很多很多 大小金门都有很多很多 这座你去的时候 你出事吗 这个有出事 啊 纯以这去哪里 这这 这个石头就 测哪个村庄的房子来起的 哦 为我们兄弟来队 来队跳下去的 跳下去的 那个村庄空地 就是有房子 比他们 讲解释的时代 测来做碉堡 铺路做碉堡 就是用难 回想躲炮弹的岁月 小金门老人家说 阿兵哥在碉堡内 很安全 危险的是老百姓 阿兵哥躲在碉堡里面 根本就打不到 哦 这个很坚固嘛 打不到 不是他 我们这次在 在做光树 在外面坐 比较危险 他们躲在里面 哪里会打得到 废弃的碉堡上 还有多年前 随手捡到的 炮弹碎片 这是我民国几年的 那时候八里山那时候 八里山那时候 这八里山那时候 四十七年 四十七年那时候 八里山那时候 那边打过来 那边打过来 它常常有打 不是八二山 就常常有打 有的酸船丹什么都有打 1958年8月23号 共军对金门发动猛烈攻击 两个月后宣布单打双部打 直到1979年1月1号 中美尖交 金门遭受炮弹攻击威胁 长达21年的岁月总算结束 统计共军总共发射 四十七万枚炮弹到金门 来到大金门欧错聚落旁 曾经有步兵连助手 这是一个炮国 是朝着南边的 现在已经侧经了 所以把这个洞口封起来 营区占地相当大 以往一般民众不能随意进出 不过这片土地 当时是军方征用 这几年地方申请返还民地 我们基金会是想说 开发一个景点 旅游景点这样子 还有这个地道 让民众参观应该算是很不错的 主要是会保留地道跟城堡吗 对对对 其他部分就可能开发 会再增加一些东西出来 等于这好像做那个 战斗民宿之类的 这样是比较 等于有比较特殊一点的 才有意义了 这也是一个社稿 多次与相关单位进入探勘 欧阳基金会现在对于这片营区 相当熟悉 也认为有极大的开发潜力 应该要找外面的财团来扶持 要不然自己家属可能就觉得 没办法 没办法 也只我们设计上能力也不过 大鸡门金鸣乡穹安路附近 工人正在进行工程 这处工地之前也有军事设施 将近一年前民众要求返还 就经过法律的程序评估之后 他们有价值 那就拆除 那拆除之后把地还给民众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民众 就是在盖他自己的房子 当年因为战备需求 军方大量占用及征用民地 随着撤军 多处营射荒废 越来越多民众要求还地于民 军方也慢慢释出 不过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军事设施 也因此被拆掉 引发质疑 他们每一次会有一个目的 比如说是要还地于民 还是要拆除 还是比如说军方他们要自己 重新改建营射 对 那只要有这个超过50年的军方 就会填表紙 填一个填资料 那军方自己也会有个限期调查 然后做完资料之后呢 资料完整再送给文化局 在文资法修法通过 超过50年工有建造物 若要进行拆除改建等处理 都要进行评估 这几年军方和金门县政府 建立一套处理程序 我们这边中线做的工作就是 协助文化局 先来现场做一次军方送进来的 这些标的物的确认 然后做记录 那之后才会再召开正式的 我们会说就是有委员 然后一起来讨论他的价值 就看说要不要给他身份 包含比如说列色追踪 然后或者是评估他不具价值 那不具价值的话 就军方才有一个依据说 好 那我们经过了这样的一个 正当的程序之后 我就可以对他做处分 虽然是同一个营区 不过上一次只针对单一防射评估 几个月前再有民众主张 旁边营社也要返还土地 对 那我们现场其实也可以看到 好像壕沟的残疾还是存在 我们主要看的就是 除了防建屋以外 我们也会看一下地形 然后附近的地形地貌 那我们也会再确认一次说 是他所位在的土地是公有土地 就比如说国家的还是金门县的 以及它是不是私人的土地 想要逃回民地 必须有相关证明 早年的征用程序有不少问题 确认地形地貌与土地产权 也要看有没有特别的历史或艺术价值 以及建物内部状况 比如说它里面是不是崩塌了 或者是它里面是比如说钢筋暴露 或者是已经强倒了之类的 然后或者是它里面是否有精美的标语 或是有价值的艺术装饰 包含刚刚说的标语 然后泥塑那些的 都是我们这次出品会先做一个确认 金门大学占美中心几年来 协助金门县文化局先期确认 看到许多重要军事设施 在环地渔民之后无法保留 而金门因为快速发展 民众对于土地的需求相当急迫 所以金门因为开发的关系 这几年土地标准 大家都想要弄回来 所以产生很多的纠纷或拆除 空界所在位置是巨岭 巨岭堡它就是两四东的泡堡 这区里面也因为在冷战时期 我们开凿的这个两四东泡堡 是为了反击 这厦门地区的共军的火炮 压制共军的火炮而建构的 离开泡堡 来到附近旧有的五光山连部 还看得到过去的影射 再继续往海边走 也有多个据点和刚少 湖宫山区域里面 它具有系统性的价值 所谓系统性就是说 它除了前面山头上面的泡堡 营区指挥的一些据点之外 在海岸这个突出的基角部分 有一个海防的据点 那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为了防卫海岸的一个需求 所以突出来 所以里面也有完整的坑道 那这完整坑道呢 包含地表上的一些建筑物 我们认为都有极高的 跟地景环境结合的价值 在整合刚才提到的上面的泡堡 所以它一个系统性的 军事遗产的一个概念 不过这一区部分营社和泡堡 也面临返还民地的问题 若想要留下有价值的军事设施 还要多方沟通 不过很可惜是因为 营区的入口处有一些民地 那民众他急于要返还要购回 那已经提出申请 那我们目前还在沟通中 我们希望透过整个汪山地区的 农地的重化的机会 让民众的土地在不损失 其他的权益之下 能够交换到其他比较合适的地点 来到大金门东北边面田山区域 也有座两次洞泡堡 命名为英俊 那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地方 就是金门两座两次洞泡的位置 那这是其中一座 那它中间有坑道响领 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 两次洞的泡阵地坑道 这座泡阵地坑道 土地属于金门国家公园 金酒公司提出计划 未来要作为储酒坑道 全中华民国唯一的一个 两次洞的坑道 那前几年就拨与这个金酒公司 未来要当作储酒的空间 看似很合理 可是对我个人来讲 就有点可惜 因为这么重要的两次洞的泡车 这个重要泡的这种坑道 最大规模的 可是你只能利用为储酒空间 就很可惜 有时候类似这样的东西 我们担心会持续发生 这两个泡之间 它还开造了一个很大的坑道 那这个坑道宽大概五公尺 高大约四公尺这样 然后长度大约两百多公尺 把这两个两次洞泡串联在一起 透过资料的收集 泡宝与坑道的新建过程 和战略意义更清楚 不过军方的相关资料 很多已经流失 研究单位要怕更多心思查找 所以你看到很简单的一个泡泡 搞不好它经过战役啊 它曾经因为反击共军的火炮 第一发或说第一驱反击的重不重要 重要 可是它现在看起来是一般的构造 所以我说历史研究很重要 所以即便是分类分籍 我觉得某种程度 如果没有足够的研究的史料去支撑它 有可能会沦为只看构造金服金免 跟你的认定 跟我认定切入点不一样 就产生不同结果 曾经金门驻军十万阿兵哥比军门多 现在军人四五千人 不再使用的废弃营区碉堡 隐没在杂林里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 以前其实是军用的大卡车 可以开到这里面来 这边营区其实范围蛮大的 除了地上范围蛮大的 它地下坑道又更精彩 走进虎卫山营区 陈志玄说一段时间没来 这里的地形地貌又变了 你像我们现在这边 其实是一个坑道的出户口 但是它地上的地上物被拆掉 变成说现在只要下雨 雨水就直接从这边灌进去 坑道里面 然后这个坑道最精彩的 因为它最底层的坑道是土坑道 土坑道只要雨水一进去 土坑道很容易就崩坏 地处大金门北海岸 1949年古宁头战役时 共军曾经攻占虎卫山营区 当时死伤惨重 这个啊就是观测所 因为像我们这一面 我们外面就是北海岸 然后寄取38年 工会上从龙口这一带登陆 其实就在我们 离我们 现在距离蛮近的 1957年虎卫山坑道建筑完工 整座山域防卫工事更严密 这个啊是土坑道的路口 你看它整个土坑道原本是非常 非常的 往外一直延伸出去 据点外围的吉祥堡 武器上方的泡堡 土坑道一直往下延伸 可是 现在整个 因为地表的破坏 它整个已经塌陷了 我们现在下不去了 以前我们过来好几次 都还可以下去 坑道有三层 地下第一层 水泥灌柱 第二层气石 第三层红土 不过内部已经多处崩坏 这个原本是一个出入口 往上楼梯是一个出入口 原本有建筑物 可是它上面的建筑物把它拆掉 变成雨水就从上面一直灌进来 灌到连楼梯都塌掉 上面的雨水夹在泥土就一直往里面坏 一直往下渗透 造成下面那些土坑道一直崩坏 你看它整个地表给你破坏之后 泄水整个改变变成说 雨水怎么一直往这边跑 然后变成下面这些土坑道 都一直崩落崩落 我们现在这条路都已经超空很明显了 几十年来大量的军事设施 在地底下与地表逐渐消失 这些战地记忆应该保留多少 各方意见也不同 营区这个据点的特色 是不是独一无二的 还是说这个东西在金门地区 整个到处都看得到的 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分级 你接收的单位你是受不了的 你是财政上跟你的日后的维护管理上 那一定会是拖垮你的财政的 尤其是西半岛开发 早期的话很多营区 然后又有明帝归还 营区拆的速度实在是太快 所以很多老兵很惋惜就是 回来真的是 想看看以前待过的地方 想想想想以前住的房间都找不到了 然后看到他们这种 没事 兴高采烈的想来 可是看到到最后都找不到 看到那种失落的心情 我们也会听到感觉难过 有学者认为 在讨论战地军事警官 是否应该保留之前 应该要让更多人先看到 金马在台湾与世界的历史定位 金门马祖它的重要性 是因为它正是中华民国台湾 这个台蓬金马 现在的共同体 它这个历史开端的一个重要的起点 这个起点起于1949年的古零头战争 古零头战争之后 1950年有大胆战役 1954年再发生93炮战 93炮战后签署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是台湾关系法主要精神的前身 这个架构是阻止中华民国再反攻大陆 以及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攻击台蓬金马 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冷战的体系 那么1958年的823炮战 正是中共想要再测试 这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可能性 那放在这个角度 金门马祖之所以会有大量的军事设施 就是这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结果 冷战的时代已成过去 当两岸及世界局势变化来到2023年 废弃的银射碉堡和坑道 或许能让当代人感受到 自由与和平的代价有多高 迈向自由需要付出代价 而战争就是这个代价 因此我保存这些所谓的战地化时机 就是要说明这个代价的可贵 以及和平的价值 那么金门马祖恰恰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